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 中国大陆今年前两季的GDP年增率都是7% 而最新公布的第三季GDP年增率为6.9% 创下六年来的新低 大陆第三季GDP成长率失守7%关卡 呈现出哪些讯息 而未来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 另外大陆经济成长放缓 对台湾有何影响和冲击 上一天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李沃强 李教授我们分音说明 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老师 大陆第三季GDP不到7%是6.9% 虽然略高于外界的预期 但是仍创下六年来的新低 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大陆第三季GDP不到7% 呈现出哪些的讯息呢 我们知道大陆过去这个二三十年来 它经济是一个高度成长 也就是两位数一个成长 但是呢 从2011年之后 就已经打破了两位数的高数成长 进入到一个中数 就是各位数的一个成长 那去年呢 经成长率是7.4% 创下了24年的新低 所以它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宣布了 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呢 将进入一个新常态 也就是说7%呢 将是成为它经济的一个新成长目标 甚至它也放弃了这个成长目标 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的前两季 它经济的成长力 还能够维持在7% 也就是能够勉强保期 可是呢 在早期的背后 很多人呢 已经对中国经济是否下行呢 产生了很大的疑虑 那特别是在6月中 中国股市崩跌之后 那它对全球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说 大家担心中国经济减缓 这个是一个事实 所以在这次公告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 是出现这个6.9% 那这个数据呢 虽然跟7%是很接近 可是呢 已经打破了 从2009年第二季以来的一个这个新低 那虽然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啊 就是6.9%还优于 大概市场呢 预估了一个 比如说6.7到6.8 这样一个水准 可是这个已经创了近年的新低 那背后引寒的意义是说 中国经济确实有下行这样疑虑 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它在这几个月的出口 也面临比较大幅的一个衰退 那尤其是工业 还有它的整个固定投资 这个部分减少比重是蛮大的 那固定投资就是 背后的含义就是在不动产 或房地产 这个部分的一个下跌 所以过去呢 也很多人知识说 中国的房地产 是不是有泡沫化 这样一个危机 那另外是在外贸的这个部分 它也摘退很多 所以目前唯一支持的 进行成长的一个动力 那就是靠内需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这些采取很多的 包括旧市或旧经济的措施 所谓降息降准 这样一个措施 所以未来人不能 或者是说 今年整个年度 人不能保期 就跟台湾人不能保一 这样的娱力是一样的 也是 老师他要保期 那您觉得大陆要保期 可能会提出哪些对策或措施呢 我想对国家都一样 就刺激经济的成长 不外乎就是所谓 后币政策跟财政政策 那过去几年 我们看到美国 他就经济就采取QE QE的政策 那QE呢 就是一个非传统的 一个后币政策 利用强大一个后币供给来 这个让它的利率 维持在一个 比较低的一个水准 刺激它的一个投资 那就美国的QE来讲 它是有达到 它经济复苏的一个目的 可是我们看到日本 日本的是QE 甚至是QQE 那事实上 它的效果是非常有限 也就是说 我们也在质疑 安倍经济学 到底有没有效 那事实上 以目前来看 它的效果呢 是有其限制的 包括 你看日本的这个经济 甚至还出现负成长 还有它的通缩 也没有明显的一个改善 那另外我们看到台湾 最近我们担心 FED会不会升息 那我们台湾的央行 是采取降息措施 降息措施呢 也就是跟日本一样 如果利率维持在低的水准 那也陷入了 我们在学历上 叫做流动性陷阱 那流动性陷阱 就不管你刺激了多少的后币 事实上它的效果是有限 那同样我们去看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从去年到今年 它至少是在四次或五次的降息 降准这样一个措施 当然呢 这个也是造成它这个利率 实际有往下修 那对市场来讲是提供了 比较充裕的一个流动性 但是这个能不能去刺激 它的一个经济成长 事实上我觉得还是要再搭配 财政政策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 中国大陆 它除了这个货币政策之外 它也对公共建设 投资这个部分 开始做了比较大的挹注 那特别是在中国呢 在这几年 它也提出几个比较大的一些建设 或一些重大的战略 包括了这个一带一路的推动 包括了对制造业提出的 中国制造2025 还有最近呢 这个提出了一个国际的改革 还有这个月底 将要出炉的13.5的规划 那这里面都是包含了 对整个经济的一个成长的目标 一个愿景 或是特别是说 它希望在2020年呢 能够达到所得换倍 这样一个成长的目标 老师我再请教您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都非常关注 这个中国大陆GDP 能不能保7%的关卡呢 我们也了解 中国呢 从它的经济成长 超越了德国 超越了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的一个经济 所以再加上 在9月底的欧席会之后 那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所谓G2 把这个态势的进行 加上我们也可以从 8月底 这全球的股灾可以看到 你看 中国打喷嚏 全球都感冒 包括美股 你看它也担心 中国经济的下行 包括8月11号 人民币在一天之内 它跌幅了1.86% 那造成了这个 全球性的股灾 看来那显然的 中国经济的一个情况 对全球的影响力 是非常的大 我们很了解 因为中国是全世界 那盐物料最大一个需求者 所以盐物料呢 也跌到这个近16年的新低 因为中国经济的减换 需求减少 那需求减少 对很多国家的外贸 进口出口 就比较大的冲击 美国也是一样 那台湾更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影响力 在全球呢 是越来越大的 是老师刚刚刚 我们分析了 中国大陆经济放缓 对区域还有全球的 经济的影响 我们看到台湾 刚刚老师也谈到说 我们这个出口 已经连续有多个月 衰退 经济成长率 也面临着保一的挑战 老师您建议 我们台湾应该怎么样 来提振出口 促进经济发展 我们要从哪些 面向来着手呢 我们知道中国呢 是台湾主要的一个出口国 那在我们出口呢 大概占了40左右的 这样的比重 所以我们从最近几个数学看 台湾呢 9月份出口 确定衰退之后 那我们已经连续出现 拔黑的情况 那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我们也是从年初 你看最 那时候的疫情 最好的状态是 大概达到3.78%左右 可是你看从3.78% 慢慢逐渐的往下调 到第三季 你看目前的一个最新的 中华星研究院 它的一个益估呢 大概只有维持在0.9% 所以这个下降的弧度 是非常大 那这样的弧度 我们刚刚也提到 主要的就是在出口 因为出口占我们GDP的比重 将近还是70%左右 那出口 我们主要东西来言 就是对大陆 大陆主要的就是 像我们出口的一些 电子科技资讯 这些产品 那这些产品呢 因为受到中国经济的减缓 那我们出口呢 塞退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 中国大陆这几年呢 它整个产业的供应链 渐渐的形成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红色的供应链 所以这个影响到台湾呢 很多科技业 包括石化 面板 纺织 工具机 汽车零组件 这些关键产业的一个出口 所以台湾如果要减缓 这样的一个冲击 那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 怎么样去拓展 我们的内需跟投资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的投资的比重 从1991年到 这个2000年之间 我们那时候还有 26到27% 这样的一个比重 可是呢 到最近几年呢 已经降到21%左右了 这个环境 我们不仅民间投资减少 国外的投资 包含的入资来台 我们都来台 你看从2009年到现在 也不过是 只有12.7亿美元而已 所以投资的减少 那消费的减少 事实上 也对我们的GDP 造成比较大一个冲击 所以在出口 不容易改善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 主要的 要做的就是 怎么样去提升 消费者的信心 那怎么样去促进 民间跟对外投资 所以我们的 超越储蓄 你看有好几兆 那怎么去引导 这个资金 因为我们的公共建设 那政府在议算的时候 怎么样去增加 我们公共建设的投资 因为政府 当然一个重要角色 就是它是一个药引 这个药引 如果能够带动 那有比较好的投资标地 那这样对 整个投资的这个 益助呢 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出口的部分 因为中国经济减缓 那这免不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出口比重这么重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这个部分要尽量的去减低 对大陆的益存度 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东协国家的发展 就非常的快速 那特别是最近呢 你看美国所主导的TPP 一轮谈判 那已经这个完成了嘛 所以这完成里面 那对TPP的这个国家 让它的经济成长 是有相当大的注意 我们最近看到这个越南 那因为这个是TPP的一个会员国 所以它的经济成长的这个益助非常大 所以怎么样去加重东协国家的这个布局 这我想是未来我们在出口 在比重的配置上 应该要特别去注意的 另外因为中国最近在推动 很多的一个经济的战略跟建设 所以我们的包括台商 或者我们国内的这个厂商 怎么样去参与 大陆一带一路的建设 怎么样去跟中国的制造业 服务业 怎么去进行合作跟整合 或者是怎么样积极的去掌握 国际改革的当机 还有市场这个规划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说 你看它的自贸区 这个湖建自贸区就是一个对台 最接的主要的一个目标 那里面实际上对台呢 它是提供很多优惠的措施 包括在产业部分 尤其是在金融服务业这个部分 提供很多的优惠 包括前排照 包括这个业务的一个拓展 所以事实上金融要跟胡帽透过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所以就是看我们能不能掌握 这样的一个奇迹 是 所以面对两岸还有区域经贸情势变化 台湾要赶快加营运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 李沃强 李老师 针对中国大陆 今年第三季地域成长率破了7% 主要的原因何在呈现出哪些的讯息 另外还有大陆经济成长放缓 对台湾有哪些影响 以及台湾该如何营运 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李老师接用访问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